在东京奥运为台湾拿下 史上低面体操奖牌的李志凯 在奥运之后升格为人夫 也迎接了孩子的出生 他说无论训练再苦再累 只要回到家看到儿子的笑容 甚至叫他一声爸爸 他就觉得充满动力 而7月底的成都市大运 他也将挑战安马项目的三连霸 接下来还要立拼 9月杭州衙运的二连霸 展示招牌的汤马是回旋 这是东京奥运安马银牌李志凯 两年过去了他结了婚 也有了宝贝儿子 现在一边备战 一边当奶爸是日常 不过他不怕累 反倒是有子万是足 成功奶爸不敢讲 当然就是 万年要撥回吗 当然啦 其实该会的都会 我觉得就算再苦再累 回到家 可以回到家充电 看到孩子对我笑 或甚至教我学生爸爸之类的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 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力量 当年的男孩 多了几分承受稳重 在中华体操队里头 现在也是学长的角色 他一路苦练而来 也经历伤势带来的身心折磨 希望帮助学弟妹们 有更平坦顺畅的成长之路 不要像我们可能挫折这么多 在可以帮助他们的时候 尽量给他们一些指导 跟一个方向 让他们比较快速去完成到 他们想要的目标这样 随着年岁的增长 李志凯也在调整步调 在今年的赛事 为了因应国际体操总会 评分方式的改变 四战世界杯赛事 教练林玉信 都为他做了不同动作的编排 我们冬奥结束后 因为志凯的 所谓的按摩的部分 所谓的动作 都在FIG里面 世界规范有改变掉 有一些难度都不能重复 做出来 所以我们积极在冬奥后 我们新编了一些套路 在多次尝试未果后 李志凯终于在四月底 埃及开罗站找到适合的编排 完成难度六点五的成套动作 用夺金牌取得市井赛资格 而身金白战的他将持续挑战自我 回想起那些荣耀时刻 包含2017台北市大运 第一次在大赛中完美呈现 整套安马动作 依旧心情激动 而面对最后一届的市大运 除了挑战三连霸 更希望用享受比赛的心情 不留遗憾 包括讲到冬奥运也是一样 其实就是历历在目 其实真的 包括现在我也有点奇迹 对因为我觉得任何一个时刻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长过程 至于七月的市大运后 紧接着就是九月的亚运 以及十月的市井赛 由于赛事重叠 亚运安马决赛结束后 李志凯也会立刻前往比利时 参加十月一号开战的市井赛 把握三天的调整期 继续争取2024巴黎奥运门票 华志新闻陈一伟 林文 高雄报导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